全港的士今年7月中加价至今2个月 但是市区的士牌价就未见回升 根据的士联合交易所数据 去年9月市区的士牌价大约是500万 今年1月初跌至大约480万 近日更加跌到440万 一年间跌了大约60万 跌幅1成2 十大的士车行中 规模最大的泰和车行 持有的士牌照 市值蒸发3亿6200万 鸿逸、中城等大车行都不见了至少1亿 身家宿税1亿2000万的 信安车行负责人就说 非常同苦同心 不止牌价 的士数量也创了十几年新低 全港目前有18163个的士牌 但今年4月到6月的数字显示 领有牌照的的士总数不够18000架 即是有大约200架母族牌 对上一次领牌的士数量 跌穿18000架的水平已经是2005年 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 郑克和 本身是忠诚车行的创办人 他说疫情令租车司机减少 加上加息潮影响 令整体排价下跌 近年的士保费也不断增加 部分车主不逐保索性停摆的士 城市汽车负责人唐若峰都说 加息影响牌价 现在银行有还息不还本的安排 但有银行已经开始希望车主 供还部分本金 担心部分车主负担不了 但他说车行不是炒卖的士牌照 车租的高低才影响实际收入 与其疫情过后生活复尝 车租回到正常水平 牌价就会回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